三国有女刺客吗 有啊 孙权的堂植叛变去了魏国 被分为车骑将军 宜童三四五侯 在魏国的第三年 被婢女所杀 孙权临死前几个月 已经卧病在床下不了床了 他的老婆攀皇后 跟人打听旅后听证的历史 然后攀皇后就被婢女累死了 还有孙权的三弟孙毅 被人刺杀了 他的老婆把仇人诱骗了 要报仇 打算把仇人包围起来 他老婆的安排 竟然是让孙毅的手下 和婢女们一起上 神奇吧 这种包围绞杀仇人的事 竟然还安排了婢女也参与 我小时候看这段有点迷惑 这婢女能干嘛 有啥用 长大后 我发现了一个史料 恍然大悟 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时 孙权妹妹带了一百个持剑的婢女 这一下豁然开朗了 原来东吴的婢女是持剑的 那斩杀叛将孙权的侄子 勒死攀皇后 围困仇人啥子 就全部合理了 这是土特产呀 我在想 这是不是和孙权的老婆 孙权的妹妹 以及孙权的女儿的性格有关 打造出了一个特殊职业 持剑婢女 你看上面几个人牵扯的事 孙权的堂职 孙权的老婆 孙权的弟弟 孙权的妹妹妹夫 都和孙权有关 我也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法正传里面写的是 静泽聚孙夫人生变于酒夜之下 啥叫生变于酒夜之下 这孙小妹和刘备床上睡的呢 屋里屋外站着一百个持剑婢女 这一个不小心 刘备就成饺子线了 有人说了 凭什么房间里都是孙小妹的兵 怎么就不能是刘备的兵 咋 那按你的意思 孙小妹和刘备床上躺着 屋里站着赵云带着卫兵 这是在搞笑吗 虽然赵云负责管内室 又跟刘备同床棉卧过 但那也得等孙小妹和卫兵都出去呀 只留下刘备和赵云呀 现在这个情况 在一个屋子里尴尬不 卫兵都是男人 看孙小妹躺在床上 这肯定不行呀 但婢女可以 所以孙家占了个大便宜 说是婢女其实是士兵 婢女会武术 谁也拦不住 最关键一点 刘备在这种状态下 他也很难发挥正常 所以刘备和孙小妹没有孩子 这是合理的 正常人面对一屋子 非自己势力的持见婢女 那都很难再正常 所以史料写 先主美入 忠心常灵灵 怕呀 换谁谁不怕呀 有人说了 也许刘备想多了 一群小丫鬟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待见只是为了保护孙小姐而已 史料里 这群人还真不是省油的灯 孙夫人以权媚娇豪 多将武力兵纵恨不乏 最后刘备怎么解决的呢 在《余地寄胜》里有记载 说有个夫人臣 在当地的县 相传此乃刘备之妻 孙夫人所住 夫人权之妹 一备 故别坐此臣 不与备同住 这个记载里是说 孙小妹不愿意和刘备一起住 自己建了个臣 住在里面 有人说了 这咋可能 孙小妹能时刻威胁到刘备的生命 这对于孙家有利呀 他新建一个臣 把自己分里面干嘛 明显是刘备怕了 弄了一个臣 把孙小妹变相的软禁起来了吗 我认为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要考虑当时的时间线 刘备害怕孙小妹 那不就跑了吗 去打益州去了吗 不就不待在这了吗 但刘备跑了 有个人跑不了 谁 厄斗呀 厄斗在孙小妹手里面呀 有人说了 厄斗的妈是甘夫人 厄斗是甘夫人带着的 怎么会是孙小妹带着呢 孙小妹是嫡夫人 甘夫人只是妾 嫡夫人带着刘备 唯一的亲生子 这是合理的 虽然现在的嫡长子是刘芬 刘芬是过继子 视为嫡长子 但刘芬跟着刘备 一起打益州去了 不在家 而且刘芬那么大了 孙小妹带着她不合适 所以嫡夫人孙小妹 带着厄斗 完全合理 甘夫人也没有办法 那孙小妹 怎么才能一直 劫持厄斗呢 搞个夫人城 我带着婢女和厄斗 住在里面 其他任何人不准进来 赵云也不行 赵云虽然管内室 但那城里是孙小妹 带着100个婢女和厄斗 你赵云住进来合适吗 你不能只管自己开心 对吧 除非你赵云 真的能证明你是女的 所以赵云进不去 但她的任务 又是管内室 那她就得盯着孙小妹 在城外守着 送送饭呀之类的 进是肯定进不去的 她这个年纪 我这个税数 有会说的不会听 跳进黄河洗不清 我除了得顾及这个 还得顾及这个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孙小妹打算把厄斗 弄到江东去的时候 第一个发现人 是赵云的原因 她是管内室的 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其实仔细想想 孙家有女兵也合理 孙坚自称是孙武的后人 当年孙武就训练过女兵呀 就是三令五生 这个成语的来历呀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比如孙上香的 一百个持剑婢女 他安排一个 改名换姓 去给某位将军当婢女 或者是这一百个的替补吧 我总的一百个选了 这一百个的都是手脸 选个替补 一直私下训练的 没有公开过的 伸脸 去给某个将军当婢女 这将军以为是普通的婢女 婢女干了许多年 小十年 也没啥异常的 和普通婢女一模一样 忠心耿耿 结果突然有一天 这婢女接到一个暗中的命令 等于被激活了 第二天 这位将军就被自然死亡了 或者过一段时间 这位将军就慢慢被自然病逝了 有人说了 那这个直接自然死亡 和这个慢慢自然病逝 该怎么区分呢 这就要看这位将军 是不是聪明人了 如果是聪明人 等这位将军意识到 自己被人慢慢病逝的时候 可能临死前会恍然大悟 自己的位子挡别人的路了 不过现在悔悟呢 还来得及 自己的命是快没了 但他依然可以在临死前 表忠心 通过各种手法操作 去迎合别人 这样能保住老婆孩子 和族人的命呀 保全全族呀 这也很重要 我们看历史 很多时候只看这个人的命 却忽略了 他也有老婆孩子 他有全族呀 如果这个人不聪明呢 或者是个轴人 你让他慢慢病逝 没有价值 他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直接第二天 自然死亡好了 所以呀 这才是真正的 取上将手机 如探囊取物 上将 第一将军就是上将 这局很短 也和周瑜无关 但我认为 他很重要 应该算周瑜传的第十二回 因为看懂了这一回 有助于看懂上一回 有很大帮助 这一回事 这一回事 就行动了 这个人才会有 对 感谢观看